那雷英夫在雷英夫 去世的时候是 他去世的比较晚 2005年好像是 他年轻 他很年轻 他比我爸小很多 那你和他聊过一下天吗 没有 那你这个乔曾华的妹妹 怎么会嫁给雷英生 是怎么回事 他们不知道怎么认识的 因为那个时候后来我就出国了 所以我出国的时间比较早 那时候这个刚刚刚刚结束 这个好多的干部呀 也是刚刚刚刚的 还没有什么 我就出国了 所以这个 我们在有一期节目里面 讲到雷平绅士跟这个 习近平是住在一个窑洞里面 他们是他们是一块那个 那个插队的 一块插队 对 然后他带了一箱书 对吧 他带两箱书呢 带两箱书 习近平都看过了是吧 习近平这两箱书 习近平都看了 是雷平森讲的吗 对对雷平森讲的 雷平森讲的 这两箱书 雷平森他后来好像也是在美国留过学 他是 欧洲是哪个国家 是瑞典还哪个国家忘了 拿了博士 对对对 这两箱呢 我就是说你比如说 乔冠华 他呢 这个人呢 刚才咱们讲的 他这个人那个用词啊 非常用词用字 非常考究 甚至有点矫情 甚至于 非常讲究 我有一次在他家 这个也是亲耳听到他 讲了一个什么事呢 当时呢 这个 他在嘴里念念有词 说什么话呢 他在笑 然后就念念有词 说这个 周恩来啊 形容 中日关系 用了一个词叫 一一带水 我们到大姐来知道 这一一带水呢 当时 这个 曹叔叔 乔冠华呢 就口老念 他说这个词 太美了 一一带水 太美了 他就觉得这个词 是一个 非常美妙的一个词 但是 他认为 周恩来用这个词 形容 中日两国的历史的关系 是不太 是不太得当的 是不太恰当的 是吗 因为中日 因为中日 从历史上 就是战争 就是从那个 过去就是 这条水呀 一点都不美 天 那个 那个日本 日寇嘛 那时候叫 倭寇嘛 成天呢 就打中国 到中国来 这个 强点东西 弄点这个呢 所以呢 这个用一一带水 这么一个词 去形容 这个 他好像就 有点过了 当时我听他讲这个 当时我印象挺深的 我听他那讲 这个 这么美的词 这个 形容中日之间的这个 历史关系 这个好像不太 不太 不太 不太合适 这是他原话 对不对 原话 是不是他在 有些 中国僧人 把周恩来 当成一个 外交的教父 但实际上 很多人认为 其实周恩来 是表面文章 他对国际政治 未必是 真正那么 掌握了解 那还是 周恩来 还是 还是很了解 还是很了解 那还是 周恩来 咱们实话实说 他打仗 真是不行 他就没有打过一次 那个 没胜过一次 但是他在外交上 真是有两下 所以呢 那个毛泽东讲话 周恩来的 对 对这个 共产党的 这个 他所做的成就 主要是解放以后 一个是外交 另外一个就是 这个国家建设 国家建设 这两样 这个周恩来 但是在解放前 就是所谓的 1949年以前 因为以前 主要靠战争 那 周恩来 不行 周恩来是 真正的表现 他的精彩的时候 就是 那个 重庆谈判 那段时间 就是国共合作 这个国共合作呢 周恩来 那起的非常非常大 可是这个时候的 那个 所谓的 中共的 这个 三驾马车 那个 负责统战的人呢 还不是周恩来 是谁呢 是王明 王明是最高 王明是最高职务 现在呢 你比如说 把好多罪责都 你比如说什么 那时候这个 延安抢救运动啊 是吧 都说是毛泽东 怎么怎么 那根本就不是毛泽东 搞的 延安抢救运动 那是王明搞的 这个延安抢救运动 那这个 这个什么王世卫 你还记得吧 这些事 那是王明搞的 但是呢 当时 康生 是主要的执行人 那王明搞的 因为王明和那个 康生 他们都是流苏的 都是同学 那个毛泽东 当时还 他还没有这个权利呢 毛泽东 他那时候只管军事 他不管 他不管这方面事 这个 这个内政的 和这个什么这些 什么 什么特务啊 什么这些事 他 毛泽东不管这些事 那时候主要 王明 王明这个事情 我觉得很神奇啊 他后来又跑到苏林去了 还同意他去了 这个谁呢 这个周恩来呢 是向着王明的 你知道吧 周恩来是站在王明一边的 他 王明说什么 他是什么 这 现在好多人 他都不知道 那个 周恩来在历史上 就从来没见过 毛泽东一边 他从来没有站过 他永远都没有站过 在毛泽东一边 他到后来 解放以后 他站在毛泽东 在这之前 他不站在毛泽东一边 他因为不站在毛泽东这边 所以周恩来到了 这个文革后期啊 批林批孔以后啊 他就变得很 非常恐慌 对 其实毛泽东呢 对周恩来呢 是一直有看法的 但是他呢 周恩来这人非常厉害 非常聪明 他就是个不倒翁 他真的他就 他了不起 他就没倒 你看其他人 早就下台 早就倒下去了 王明 什么这个 那个叫什么 那个 四方面军的叫什么 他叫 那个 张国焯 张国焯 什么李立三 全下来了 张文天 包括张文天都下台了 你想想 张文天这么厉害的人 都就下台了 没有一次 而且每一次都有路线斗争 所谓的路线斗争 咱们小时候不都学过 中国几大什么十次路线斗争吗 都是 就是没周恩来 周恩来很厉害 但是呢 毛泽东又用周恩来呢 我听那个李治隋给我讲过 他特别得意 他就是 他的意思就是 我就是把你周恩来踩在脚下 我就是用你 你就没得 你还就得让我用 他特得意 他用周恩来 他自己老显出那种感觉出来 李治隋在旁边都看得出来 毛泽东那种得意的一样 他很得意 但周恩来呢 这就是他 他那个 尤其是到解放以后 那他对毛泽东 真的服气 后来他真是服气了 尤其是那个 七千人大会的时候 你还记得吧 那个 那当时后来就要投票 就是让毛泽东下到第二位 就是下来 那时候这个主要还是刘少奇他们搞的 那么最后就差 连朱德都同意刘少奇的说法 就是让毛泽东下来 都投票了 朱德也投票 最后就差一票 就是周恩来这票 诶 周恩来他就没投 他说 他说 毛泽东不能下来 如果周恩来当时要投了票 那毛泽东就下来了 他没投这票 但是 如果他投这票 毛泽东下来 那就提前文化大 那就是 那就是血染了 那就开杀了 那就开杀戒了 那毛泽东就要开杀戒了 那就不是 不是后来 整帮人的问题 那就直接就把这帮人给杀了 对 所以 这条数 后来不成为 联合国家副民事长吗 我有一天 跑到了半个时跟他聊天 就采访他 他就说 他说这个周恩来 也明白 如果他是站在毛泽东 队里面 你就内战 那就内战 那就真打起来了 那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你同意这个判断 而且他们打呢 他们打不过毛泽东 毛泽东太厉害了 那他们打不过 那效忠毛泽东的人多了去了 那几些人都全都是效忠毛泽东的 所以他们打不过 刘绕齐他们这些人 不是毛泽东 毛泽东之所以得到 一些军队的人 这么多的影响 他不是他简单的一毛诡计 而是你认为他确实会打仗 对 确实他厉害 因为每个人 对每个人都有看法 对吧 但是对毛泽东来讲 大家就是真的配 那你是不是觉得 现在有一些批评毛泽东的 有些说法是 要么怕毛泽东的呢 你比如说 说毛泽东这个 从三十年代 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 就整这个彭德怀 这个就是下作 没这回事 那个 你想想毛泽东 对彭德怀 那真的太好了 这个从红军时代起 这个他一直是 保这个 彭德怀 包括长插 这个失败以后 本来是批判 这个彭德怀的 他和朱德 两个人单了 当然他们俩是 一个司令 一个政委 他们俩是第一把手 第二把手 是吧 那他们单责任 也是应该的 可是呢 问题是 那个是 这个彭德怀 这个要 不要打的 而且那个等于 实际上第一次 在中国红军里边 这个第一次 枪指挥党的 发生第一次事件 就等于是 彭德怀就逼着他们打 你不打 你不打 我就我自己打 你要是说 等于是下级命令 上级打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 在部队里头 下级命令上级打 这是开玩笑的吗 但是他就这么做了 而且毛泽东和朱德 就让步了 本来朱德是不让步的 毛泽东 就是说还是让步 咋办 所以呢 后来他们 担了责任以后呢 彭德怀就觉得 他欠着老毛的 一直他就觉得欠老毛的 那后来在很多人 反老毛的时候呢 这彭德怀 那个站在老毛一边 彭德怀是站在 彭德怀是站在 老毛一边 那个谁 周恩来不站在老毛一边 尤其在这个 这个长征之前 这段时间 就在这个 红区 苏惠红区的这段时间 就在江西的这段时间 那他绝对不站 包括后来 就是到了 红军到了陕北以后 他也不站在毛一边 他是站在这个 张文天和 王明一边 他不站在毛一边 到很晚了 到1946年以后 这个 他才逐渐往这边转移 这东方来不站在 谢谢大家